爆發了堂兄弟細牆的黑松 是國內知名的飲料品牌 已經有85年的歷史了 那麼其實當初 他們是賣彈珠汽水來起家的 後來推出了熱銷的沙士 在三年前換了董事長 那麼有了新的一個策略 又讓業績再度翻身 不管是賣汽水 還是賣沙士 黑松廣告經常搭配偶像歌手的歌曲促銷 看似很年輕的形象 其實黑松已經85歲了 1925年張文綺和六位堂兄弟 合資19000元日幣 買下日本人汽水廠 組成靜新商會 打出山形為商標的富士牌汽水 以及山手牌彈珠汽水 到1931年正式更名為黑松牌 1950年有了平蓋工廠 正式推出沙士 逐步邁向台灣飲料界龍頭 累計銷售超過85億平 1999年股票上市 只是隨著競爭者加入 營收下滑 從高峰的47億元 2007年跌到谷底剩30億元 中國投資4年賠上8億多 現任董事長張道宏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接棒 改隊茶飲料請來藝人林一辰代言 創新氣象讓黑松營收翻身 2008年回到34億元 2009年變40億 每股獲利0.6元 創7年以來新高 只是看似帶領公司即使回升 張道宏今年卻碰上唐帝 張道榮挑戰經營權 我們有信心 我們齊心合力 一定會渡過這一個難關 遇我重生 重新再出發 邁向黑松下一個85年 只是黑松能不能邁向下一個85年 恐怕要看這場堂兄弟戏強 最後是和平落幕或兩敗俱傷 明日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要先來看這場堂兄弟戏